台北市西门町知名的女仆餐厅 17号有一名灵性男子 突然冲进店里打伤了厨房女员工 还情绪激动地砸烂店内物品 将损坏的东西往窗外丢 差点砸中了行人 而其实这名男子之前就曾经声称 要驱魔跑到店里闹市 这回变本加厉动手砸店 店家下的立刻报警提告 穿着蓝色上衣的男子 怒气冲冲在餐厅里头来回舵部 跟一把抓起桌上的餐具 接着就朝窗户外投人 隔壁几秒钟警方赶到现场 合理将男子压制在地 因为他不仅毁损店内摆设 更动手打伤厨房员工 四处走 然后看到他觉得不顺眼东西 就把他往外丢 就是开窗户往外丢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厨房厨师 有在拿手机录影 然后他就是暴怒冲过去 然后去抓他头发 然后把他的那个手机也往外丢 被砸的就是台北市西门町 这间知名的女仆餐厅 17号早上一名男子突然创进里头 直冲厨房动手打人 更情绪激动的砸毁店内物品 再将损坏的东西往窗外丢 差点就砸中行人 他说那位员工是他老婆他找他 他会经常在他楼下下班等他 然后跟踪他之类就是已经超了蛮长一段时间 业者越说越无奈 因为这名45岁的灵性男子经常在店里头 待到搭秧还不离开 店家实在困扰 婉拒他再来烧费 没想到灵性男子疑似因此心声不满 好几次带着十字架到店里头 说要驱魔 这回变本加厉 动手砸店还打人 业者仍无可忍 报警提告伤害和毁损 只希望能好好做生意 别再有人登门闹事 记得张同林宾州台北采访报道